鼻炎是什么样的因果德 鼻炎有什么样的好的妙法吗 是否您此外开设一下 从传统文化 鼻炎呢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说你嗅到了很多不该闻的东西 你想想看 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都很清楚 什么东西你不应该用鼻子去闻的 你当过去闻过很多脏的东西 臭的东西 哦 哦明白这是因果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很多人这个鼻子有炎症的话 就是说明你做过很多滥事 明白了吗 那怎么化解呢 因为鼻子呢跟喉咙啊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看 只要鼻子一不好 喉咙一定痒 因为有病毒感染 所以病毒感染 实际上就是你的鼻炎膜的充血啊 肿胀啊 增生啊 或者萎缩坏死啊 实际上这种过敏性的鼻兜炎 就是代表第一你过去的业障 你看还有很多人花粉过敏 对不对啊 对 这个过敏很厉害的 实际上就是你的鼻腔里面拥有的 滋生了很多的细菌 那么这些细菌呢 实际上堵塞了你的鼻痘 那么鼻痘也就出来了 那么像这种用医学上来讲 跟你的 跟你的呼吸系统 跟你的肺啊 跟你的咽喉啊 都有关系 那么你要干净了 少接触了 但是从前世来讲 你这个喉咙 你会做错什么 那么就是讲人家不好 而且喉咙不好的话 他不是两舌 他是恶口 所以你去看 一个人如果讲出来声音很粗的 这种声音啊 一个女人如果声音讲出来很粗的 他上辈子骂人 这辈子也骂人 如果这个男人 喉咙沙哑的 比方说 很难听的声音 像叫一样 像动物叫一样 这种人就是上辈子的业障 他什么业障呢 他就是经常经常的骂别人啊 伤害别人啊 所以你去看 你讲话 是不是有鼻音的 每个人声音只要发出来 都会有鼻音的 有的人鼻音重 有的人鼻音小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鼻子 就是跟你上辈子的骂人 都有关系 而且闻了很多不该闻的东西 比方说 刚刚杀掉的一个悲情走兽 你一闻 哎呦好香啊 好了 下面就给你寄了 灵性就往你身上跑了 明白了吗 哦 原来这样 师父 那师父 那有的电台主持人 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这个 这个就是上辈子 人家说红法呀 做好事情呀 赞美别人 这种事 哦 赞美别人多的人 口吐莲花呀 经常骂人的人 对对对 还有写 东西写给人家骂人的人 你去看哈 都会有很多报应的 有手啊 胳膊经常 酸痛啦 经常骂人的人呢 鼻子会堵塞 鼻子会痒 流鼻涕啊 像这种过去 人家说 前世的阴啊 经世的果呀 鼻子 就是骂人的 骂人的果呀 哎呀 真是 那你看师父 有的人一场感冒 就引起了鼻炎了 对呀 嗯嗯嗯 这个为什么 他的鼻子 跟他的喉咙 有痰啊 堵塞啊 全部都有关系的呀 多年解节奏 多年解节奏 哦 解节奏 怎么体求呢 师父 你说多年解节奏 怎么跟菩萨 我已经忏悔 我已经忏悔 我自己前世所造的口验 主要是忏悔自己的口验 你对着讲 口验啊 鼻子就是跟口验有关系的 明白了 明白了 一切都有因果 师父 您不讲这个鼻炎 我们还真是不了解